这座城市都有它的后花园 那么寿山就是高雄人的后花园 这里生态丰富 空气清新是秋游的好去处 那么今天我们就跟随 我们寿山的博物学者 杨继寿老师一起来游寿山 寿山又名柴山 是高雄市的一块绿色宝石 从北高雄一路绵延到西子湾 覆盖面积达一千多公顷 作为高雄的城市绿洲 寿山因其独特的景致 开阔的视野 以及丰富的生态环境 深受民众喜爱 寿山多虫舌 登山一定要注意 喷了杨老师自制的防护药水 顿时有百毒不侵的感觉 杨继寿老师投入寿山生态保育研究 已经三十多年 并出版了多部生态调查著作 对于寿山的一花一草 一树一木 杨老师都是如数家珍 这棵树叫黄莲木 是目前台湾最硬的树 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 赏秋的游人络绎不绝 寿山有着纵横交织的步道 无论男女老少都能怡然自乐 还有不少市民背着水箱登山 既锻炼身体 又可以方便他人在口渴时饮用 寿山拥有着近千种原生物种 是生态研究人员的宝库 其独特的离巡地情 更给登山者平添了许多难度 跟着杨老师步走寻常路 行走山间 不时可见幽深的洞口 这可是寿山少有人知的探访秘境 我们高雄的寿山 它是高位珊瑚礁 它是在比较上升 像一些龙洞里面 我们一般南部人叫做鹅头 它整个水兴起 整个冲刷 长期的冲刷都变成一些一些小洞 在从那个石灰岩上面 慢慢溶结以后 就变成中乳石洞 高位珊瑚礁地 隆起的石灰岩地址构成 加上千万年来的造山过程 这样的中乳石洞 寿山多达60多处 每一个溶洞都有着独特的地质景观 和丰富的昆虫物种 经历完溶洞探险 我们跟随杨老师下山 寿山多样的溶洞和植被 让人叹为观止 除了这些花草昆虫 寿山上还有着一群 当之无愧的主人 那就是随处可见的 野生台湾猎猴 它会比较凉爽的时候 才出来吃东西 太热它也会跟人一样躲起来 寿山的猴子不怕人 如果你带着吃的可要小心 猴子们抢食物 一点都不会客气 刚才是有那个 有惊讶到这样子 对啊 蛮有野性的 因为现在这边 整个都坐起来 就是西子湾啊 然后上面又可以看夕阳 然后现在还有个秘境海滩 对 然后重点是有猴子 搭回来 正是有着这些生动的物种 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让寿山成为都市中的原始绿林 秋色浓登寿山 寻游仿盛 必将不虚此行